我是考了2015年8月29号的雅思同学 我叫林盈轩 然后我的总分是6.5 然后听是7.5 说6 然后读跟写都是6.5 我觉得就是我的总分没有特别高 但我的写作进步很多 我一开始写作只有5 然后后来就是来这边补习补完 就是考了之后变6.5 那我第一次写的时候 我发现我的结构跟单字量都很不够 就是我写有时候我想要表达意思 我没有办法把它用英文表达出来 所以那时候一开始我上了第一堂课 然后老师都会补充很多单字 就他一个字他就会补充大概快10个同一字 所以我上完第一堂课的时候 我觉得压力很大 就是这么多单字怎么可能背得起来 但我记得老师说 如果你一时背不起那么多单字 那你就可以先挑两三个你喜欢的背 因为一篇作文同一字的单字 两三个其实就够了 然后一开始我跟大家一样背了很多单字 但我都不知道怎么去用 所以我就从老师的文章里面找出这些单字的用法 然后把那些句子背起来 所以背的时候你就有印象 就是那是背的第一次 然后你去找那个单字的时候 你就用了它第二次 之后你在写的时候你又把它用出来 那你就背了第三次 之后印象就很深刻 然后后来因为其实你的逻辑怎么样 你写出来句子大概就是怎么样 那那些句子你就会重复一直用到 那我觉得这就是从老师的文章内 你找出自己适合的模板 就是属于你自己的模板 虽然你是用老师的文章里面的句子 但这样你也不会跟别人写出非常类似的文章 后来我这次这是我第一次进步 那第二次之后我的分数一直卡在六一段时间 然后后来我就去问老师说 为什么我的分数没有办法提高 然后老师就跟我说 他觉得我的文章写的不够深 所以他就告诉我要多读文章 就是不管是中文的文章 或英文文章都要多读 因为那些就是论点的写的不够深 那就是失序的问题 那不是英文能力的问题 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 我通常我一直都是一个很没有想法的人 那老师那一次告诉我这件事之后 我就开始做什么事 就是看到什么就想什么 比如说看到汽车就会想到空气污染 然后看到抽烟就会想到一些社会问题 然后后来我发现这个 就是多训练自己思考的方式 跟帮助speaking也很多 因为speaking跟writing都一样 是要在短时间用很深的论点 去说服别人自己的想法 这就是我在戴耳学习时最真实的感受 跟大家分享 希望大家都能考到心目中理想的分数 谢谢